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更生睽畏 心卯更瘾 这个人在那边万谈 说他以前还没毕业的时候 就很多公司在找他 然后他在工作职场上表现的多好归多好 然后 到了前几年 突然公司来了什么人 结果开始他逐渐的被忍弱 甚至到了比那个什么 人家约聘人员还不如的那种境界 他说我这么有经历 这丰富的什么 怎么会落到如此一个下场 所以说到底是怎么样呢 哈哈哈 然后我看到他在写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一个人犯了叫做 眼睛长在头颗上 什么叫眼睛长在头颗上 首先你的能力是不是真的那么强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假设这只是单纯好运 衰运的时候你遭受这一种待遇很正常 很多人都这样 我以前很好 以前很好是以前 现在我看到你就是这个鸟样 所以说不要讲 人家都讲 以前我多勇 老是在好汉不提当年勇 但是你是老汉时常在提 思想起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来看 这个八字 我们先来看 这个八字 他有没有所谓的官运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辛金人 火是他的一个官运 可是在这一种情况下 第一个 他没有官运 他在讲一年多前 其实应该就是在丙申年 其实不管丙申或丁酉 这两年他的官运一定不好 而且乱七八糟的 这两年一定是乱七八糟的 可是大家会觉得不是有丙火吗 不是有丁火吗 很抱歉 位置摆错了 那流年根本就是在屁而已 他反而不要碰丁火 丙火 他的工作运反而还会好一点 所以说 他一定是在丙申这两年 工作运特别特别差 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因为 不可能 我简单的讲 只要在流年不用看 在流年就不用看 所以说他反而不要碰到官 他反而官运好 但是他碰到官 他反而官运差 而且这两年都会有日主受克的一些情况 尤其丁永年更糟糕 尤其丁永年更糟糕 所以好不容易让他拖过了 现在是戊虚年 戊虚年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戊虚年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变成八字 他本身财运还算可以的 可是到了戊虚年 他的财运整个完全不行 所以说在戊虚年的时候 他会落得 财运很糟糕 可是相对而言 因为丙丁年过了 丙丁年过了 他的工作运会起来 工作运会起来 不是变好 是工作运会起来 所以说他假如在这时候 他很落魄的话 我跟他讲 有工作就好好的在职场上待 有工作就好好在职场上待 不要想说要出人头地 乖乖的就行了 你以前行不代表你现在行 你以前有运不代表现在有运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在八字我们来讲的话 顺应的自己的运程很重要 顺应的自己的运程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八字 其实各位看也知道 这是以官运嘛 所以说基本上他就不是一个当官的料 我简单来讲 他就不是一个管理阶层的一个料 所以说 他只是纯粹靠的是一个运程而已 就是笔尖 靠的这些印来帮忙的而已 所以说是有贵人提拔 一旦真正碰到官运的时候 都很糟糕 都会很糟糕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 所以说为什么在这两年他会起落非常非常大 他的起落会非常非常大 可是在之前没有碰到丙丁的时候 他都觉得他亦凡风顺 所以说各位这个八字就是有这一种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可以跟各位讲说 因为他毕竟他已经又没落了 他不是在以前那个高位阶 他现在已经不是在那个高位阶了 他现在已经因为这两年被人家排挤了以后 他没有他不懂的守城 他已经掉下来了 现在是好不容易工作运又回复的时候 他是从底层开始要慢慢爬 所以说各位 他要重新再开始 他就要重新开始 因为他没有去注意到他败运的一个情况 他没有注意到 当假如在衰运 衰运你假如知道的话 他叫守城 但是你不知道你在走守守力运的话 那叫耗差 耗而已 损失耗而已 他因为不知道 所以说他进 他变成是一个耗的一种特性 所以说他的工作变得乱七八糟了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 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运程 去做出相对应的一个运 那个采取的动作 这样子来讲 才能够在我们的运势上保持着一定的成绩 不可能说永远都是好 也不可能说永远都是差 但是在差的时候 你最少也有一定的成就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但是又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说就变到耗去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